好,各位,我現在人在自駕哥機場 然後這一集我想帶大家去了解說要怎麼從自駕哥機場做到香檳 以下有兩種方式,一個是做Bus,叫Peoria Charter 第二種是做M-TRAP,也就是做火車 那今天的話,我要坐火車帶大家看一下 怎麼從自駕哥機場一直長征到Champaign Follow me, go! 首先從飛機出來以後,就找這個指示說走Brown Transport 好,如果你在這邊看到行李轉盤以後就代表你應該成功一半了 那現在要找另外一個指示叫做 紅色的那個叫Bus Show Center 基本上到這邊就已經算是完成三分之二了 這只差坐個電梯到Bus Show Center 上面 電梯要坐到First Level 這個Piorio Charter就是在這個出來以後,DORFOR這個地方等待就好 然後你這個關完上面買票 上車前就會有人查票驗票 這樣就可以平安的坐到香檳 好,這是一種做法 但我今天沒有要坐這個,我要去做M-TRAP 其實坐火車跟坐Piorio Charter都一樣 就往Bus Show Center的方向 然後坐火車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上面會寫 Chance to City 就是你要跟著這個指標走 那你就可以走到一個叫CTA Train的地方去買票 CTA Train就是那個入口 但是它會在對向這個地方買票 坐火車的話這個流程會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你要先坐這個像是地鐵的地方 先去市區然後再轉乘火車到香檳 五塊錢 拿到一個單程票 OK,Let's go 大家看一下,我們做的是這個軟線 從Opair一直繞繞繞繞繞繞到Clinton這一站 才到Union Station 如果你進來這邊很confused不知道要坐哪一台的話 它的好處是因為這是最後一站 所以兩台都可以坐 都會發車前往市區 這個下了Clinton以後 我們等一下出去再走一小半路 就可以到Union Station Union Station就是要坐M Track的地方 這個CTA的壞處就是它只有樓梯可以走 所以大家加油 出站以後看著這個Union Station Union Track的標誌 順著這邊往上走 這邊出站之後大概走了五分鐘 等一下會看到一個很雄偉的建築 那個就是Union Station 那這個好處是 完全都是直線 所以出站以後一直順著路走 就可以到了 剛剛只是出來走個兩三分鐘 我們就可以看到Union Station的標誌已經出現 所以 趁如我跟他所說的就是一直走得到了 這邊就是整個火車的大廳 跟著這個指示走 前面就是 往M Track 大車的方向 進來這裡面之後直接走到底 然後右轉 就是往South的火車 South 好 這邊就是後車大廳 其實我第一次坐美國火車的時候還蠻驚艷的 因為雙層火車 然後整個火車頭超大 如果你買的是Reserve的Coach 的Seat的話 那基本上是隨便都可以坐 然後它有分上下兩層 在你買票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Lower Level或是Upper Level 那我這次選的是Upper Level 好 我上來了 位置就這麼大 非常的大 啊 我最喜歡坐火車 好 如果你影片開到這裡就代表 恭喜你 你已經成功前往香檳 就前面都非常的順 所以 OK 那我想 最前面我提到說 哪種方法到香檳 一個做Boss 一個做Train 但其實還有很多種 比如說你可以坐Uber 你可以 坐一台車開下去 或是你可以叫我們走朋友 或者是你可以坐飛機 再飛到香檳機場 那我就說 比較common的兩個方式 就是一個做Boss 一個做Train Boss 的話 它的時段較多 一天大概要五、六板吧 Train 的話一天大概兩、三板 所以比較小 但是Train 的話相對比較便宜 像這個 我這個經濟場是17塊 再加上CTA的5塊錢是22塊 但是Boss 的話要39塊 那再來一點是Boss 它要做比較久 大概要做三個多小時 那這個Train 的話大概兩個小時 兩個半小時就到了 那就看你怎麼選擇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們 如果你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看到的話 我就會回覆你們 祝大家去香檳的路上 都可以非常順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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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